我們正積極推薦《基本法》23條的本地立法工作 包括參考2003年特區政府提交給立法會的草案 和進行國家安全相關的法律研究 以及研究香港國安法的執行經驗和法庭一些相關的裁決 根據香港實際的情況 是制定有效和無實的方案和條文 也會做好解說和諮詢的工作 《基本法》23條的立法工作是複雜 和奸據的 我期望在下一屆立法會的會期 下廉的四年的會期裏面 展開有關諮詢和立法工作 目前我們會繼續善用香港國安法刑事罪行條例等相關的法例 並會檢視和激活現有的法例 確保在維護國家安全的任務上是執法部門有法可用 在《基本法》23條規定的七個罪例 其實在現在的《香港國安法》裏面有兩個罪行包含了 其實還有五個罪女是在現在的《國安法》裏面沒有包含的 《現行條例》是否足以應付過往兩年發生的 或是國家安全的情況 我們法國並不足以 特別是應對間諜方面 由於現在我們還在做法律的研究工作 稍後可能會進入一些草擬法律的工作 到了這段時間 可能我們才會再去設實考慮 看看應該用甚麼方法去進行這個諮詢 但做諮詢是必然的 謝謝大家 請你 請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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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